OK 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施略许可证呢 就是我们刚才从它的过去的历史 然后谈到现在 然后现在呢 却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发放的时期吗? 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 为什么是现在 你要提出这个在2023年的现在 你为什么会想要现在要提出来呢? 那其实不是我提出来 OK 2020年的时候 美国的CSIS跟一个 它麦坎 CSIS麦坎 跟一个美国的陆军退役上 海军退役上下 联合提出来这一篇说 可以用大量的发放失业学科证 给安保服务商 私人安保服务商 然后用安保服务商 来劫略中国的商船 然后美国的海军学院 他们也提出这样相同的看法 但是看法提出来之后 其实引起了回响 在表面上不是很大 我感觉不是很大 但是到2022年的时候 请注意2022年6月17号 拜登签署一项法案 应该说备忘录 就是说打击非法补 那合作对象 当时报道说 合作对象可以跟台湾 可以跟越南合作 打击非法补 还有人蛇集团 这些都是正常的 对不对 那你他用他的国防部 或能源部 或者说他的海军的警卫队 海上警卫队 来做这些执行的工作 是正常的啊 那你跟台湾合作也是正常的啊 跟越南合作也是正常的啊 但他中间有加了一个叫私人武装 所以私人武装这几个字就是 重点重点 就是可能就是在里面 他们已经在思考 这个施略许可证的发放与否 美国倒是没有针对这方面多做解释 但是中国方的解释很多 中国就说 美国把施略许可证的最后一个钥匙打开了 哦 对 那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呢 其实并不知道 那我们所知道的思略许可证的申请 它复杂程度 不是超过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 比方说 他以前针对传 现在针对可能一个公司 一个私人公司 那他要申请的时候 经过州政府 州议会 同意 然后甚至中央政府的参议院 众议院 那这种的过程是非常麻烦的 那怎么去取得说 整个州议会 跟国家里面 中央政府的众议院 跟参议院的同意 然后在总统签字 这个东西的流程跑不完 但是从2022年的67号到现在 也将近一年多了 对啊 如果说 当时有密密派跑这个流程的时候 可能这个流程也跑得差不多了哦 所以就未来就是看怎么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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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